李醫師, 放長假 通常會多開派對、多聚會 自然就會多吃東西 這樣會怎樣影響身體呢?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可以吃的份量 根據他不同的性別、年齡 都有特定的份量 但是如果一時之間 我們一步飲步吃得厲害 其實第一件事就會傷害我們的脾胃 當我們的脾胃受傷之後 就很容易出現一些消化不良 或者會覺得好像吃滯了的情況 再嚴重一點 有些人可能會出現胃痛、肚痛 會有肚子、吐, 都會 尤其是小朋友、腦有記 或者是長期脾胃不好 有胃病的人就更加明顯 醫師, 我想問 如果大人放假 可能也會喝少許酒 適量沒問題 如果過量的話 會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酒也有一個比較瘟熱的性質 可以暖身驅寒 譬如我們產後也會煮雞酒 或者浸泡藥材酒 其實也是好的 但當然當酒的份量過濃後 對身體就會造成影響 首先第一件事, 它會傷脾胃 因為我們喝酒 第一件事就進入了脾胃 所以會傷害脾胃 當脾胃受損 它就會令到混化功能做不到 然後就會出現了一些濕氣 有些痰飲或血乳的問題 就會影響到身體五臟六腑都會受影響 例如出現一些心臟病、肝病 但有時候真的喝不到後 或者偶爾也要喝少許 究竟怎樣喝酒才好呢? 第一件事盡量盡可能的話 就是不要兇肚飲酒 可以的話就是吃點東西才喝酒 就會比較好 當然我們可以的話 就調節住的份量 當然不要喝過濃 知道自己的酒量去喝 就不要喝太大的份量 還有一樣情況 就是我們喝的時間 盡量拖慢一點, 不要喝那麼快 喝得慢一點 酒精吸收的速度也會慢一點 而且一邊喝的期間 可以一邊喝一點水 就像溝探一下它 讓它進入身體的情況慢一點 就是尾一點…慢慢尾一點 食物方面, 有什麼不能吃 或者應該吃少一點? 應該盡量避免吃太過刺激性的食物 太過濃味、煎炸, 或者很熱氣 我們也盡量吃少一點 在喝酒的時間 因為也怕它已經在吃這些食物 本身已經加重脾胃的負擔的時候 就會令酒對身體的影響更加嚴重 除了吃東西之外 可能有些人放假 也會玩得晚一點 甚至通宵不睡覺 對身體又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睡覺對人來說是一個休息 修復、調整身體的一個過程 當你不睡覺、熬了東西 在中醫角度來說 就會出現一個陰虛火黃的問題 會出現一些可能是喉嚨痛、喉嚨乾缺 眼睛、眼睛乾等情況 甚至可能個人會覺得躁熱 躁熱、生暗瘡 脾氣暴躁一點也會 但如果之後我再睡補眠十多個小時 其實是否可以令身體復原? 當我們一個人休息來說 最理想身體新陳代謝 最旺盛的時間 就是晚上11點到半夜3點 其實你錯過了這個時間 之後再睡覺 對於身體的修復來說 已經不太好, 未必能保護 最會情緒到高潮 大家都會很大聲 如果之後喉嚨不舒服 有什麼可以喝, 可以滋潤一下 今天我帶了兩款藥材上來 介紹給大家可以浸泡來喝 第一款叫半大海 半大海又叫大海纜 你看它一粒粒好像纜核的形狀 我們回來就可以輕輕清洗 清洗了表面的髒 然後放進杯裡用熱水焗伏就可以了 大概用250毫升的熱水就可以了 每次用兩至三粒左右 好, 是否所有人士都適合喝 這種藥材會偏涼一點 所以如果體質比較偏涼的人 就要注意飲用 或者我們喝到喉嚨舒服了 那就不用再喝了 另外還有一款藥材 也介紹給大家 就是一個叫做甘草 甘草有一個憶氣 也有利咽喉的作用 如果是喉嚨比較乾 或者有一點喉嚨痛 腥沙的情況 我們就這樣浸泡甘草水 也會有用 同樣地用250毫升的滾水 就像泡茶葉一樣 焗著來喝就可以了 份量的甘草 大概每次放三片、四片左右 都可以了 如果本身有長期病患的人士 是否適合喝呢 如果我們飲用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點 如果有長期病患的話 就要問自己的註冊中醫師 去了解情況是否適合 好,另外小朋友 接下來放暑假,長假期 放完長假期再上學時 很難集中精神 其實在這方面 對於他們來說有什麼影響呢 小朋友最容易面對的問題 我也明白 對,例如他早上要起床上學 他可能沒有精神 不願意起床,很累 那個人無法集中精神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小朋友覺得會頭痛 或者真的會頭暈 也會的 小朋友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學習上,對於他們來說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當然就是因為他不夠精神 當然是上學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注意聽書 就會有這個學習上的影響 另外我們常見到的問題就是 每次開學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容易生病的小朋友 當你那個作息調整得不好 那個人只是作息不定時 本身體質都已經弱了 抵抗力變差了 那就更加容易病 更加容易被惹到不舒服 抵抗力也變差了 是的 如果家長要幫小朋友改善的話 應該怎樣調節呢 第一件事當然是幫他 調整那個作息時間 譬如現在將會要暑假的情況 在放假到最後的幾天 上學前幾天 就盡量幫他已經調整好 是一個適合他上學的時間去作息 譬如好像這幾天短假期的 也有連續幾天放假 我們就盡量避免在他最後那天 他玩得太晚或者吃得太飽 因為如果他玩得太晚 他人好像玩過籠 吃又吃得太飽飽過頭的話 會影響到他當晚的睡眠質素 所以也要盡量避免 那針對我們之前提及過的問題 有什麼穴位可以按照去改善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 我們可以試試看 譬如有些人長胃不太好 因為剛才說了很久 都說想調一下皮胃 如果一旦發現皮胃不太好 我們可以用一個穴位叫內關穴 內關穴就是手腕的內側 在我們的手腕橫紋對上兩吋 我們放三隻手指過去 在中間點這個位置就叫做內關穴 我們可以按一下, 按壓 它會有一個理氣寬空的作用 意思是可以幫助我們舒緩一些 胃痛、胃不舒服、作嘔作緩 按著它, 不用很大力的 按著輕輕打圈按壓就可以了 你會覺得它有些按壓感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穴位就不會覺得很冤痺 這個第一個穴位 另外, 頭痛、頭暈 剛才也說小朋友很容易會有這些情況 如果有頭痛的情況 可以用一個印堂穴 印堂穴就是在眉頭中間的位置 在眉心那裡 我們可以用手指按著它, 輕輕打圈 或者可以兩個手指向上推按 也會有一個醒神開啟的作用 令人收大力氣 對, 力氣也不需要很大力氣 一樣, 按著有一個按壓感就可以了 另外, 有些情況是 還沒那麼嚴重 不過可能人也好像不太集中精神 累一點, 好像不夠醒神 有一個穴位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在頭頂的白茴穴 頭頂, 我們剛才說過印堂穴 在眉中間 在那裡畫一條直線上去 然後我們在耳朵也畫一條直線上頭 他們的交叉點 這個位置就叫做白茴穴 白茴穴, 我們按著它 輕輕打圈按壓就可以了 同樣地又是不用太大力 就會有一個按壓感就可以了 白茴穴可以有一個提氣、補氣 醒腦開啟的作用 另外, 今天你也準備了一些食療 可以幫幫大家調理身體, 是嗎? 是… 介紹兩個相對滋潤的湯水 可以讓大家試用 第一個是花旗參蜜冬茶 材料有花旗參30克 蜜冬30克 另外就是蜜棗兩個 這個可以用一個像茶般煮來喝就可以了 它就是把所有材料洗乾淨之後 把它放進鍋裡煮 大概煮30分鐘左右 就可以倒出來飲用了 加一點, 譬如有些瘦肉 可以嗎? 可以的, 但通常這個可以… 你再簡單一點, 清煮都可以 而且煮完之後, 你可以放進瓶裡 慢慢喝, 放在冰箱裡 要喝的時候, 放熱都可以 有沒有人合適合喝的? 通常它就會… 這個藥會比較涼一點 如果是體質偏寒涼的人 就不太適合用了 第二款呢? 第二款就是海底野淮山甘筍粟米湯 材料包括有海底野15克 淮山30克 甘筍和粟米各兩支 然後可以加一隻豬展 加一些陳皮一起去煮 海底野有一個潤肺 可以清熱和止咳的作用 適合一些熱咳的情況 淮山也可以健脾胃、補腎 另外, 粟米和甘筍也可以調和脾胃 所以整體這個湯水 都有一個滋潤、可以潤肺 以及適合一些調理性質使用 今天真謝謝李醫師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記得問住宅的中醫師